大家好,我是运动大明星 人过周年,什么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词语 叫做难得糊涂 的确是这样 作为人,难得的真的是糊涂 在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抛根问底 一定要追根究底的呀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情都特别喜欢追根究底 特别喜欢去破案 那么这个人往往幸福感是非常低的 这种人在佛家里面我们叫做我执 一个人一旦有了执着心 不但你的幸福程度会很低 同样你的身体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即使你证明你是对的 全世界的人都是错的 那你真的幸福了吗 为了佐证这个观点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年南怀锦先生去拜访一位老道士 这位老道士其实是不太好接见的 但是因为南怀锦先生他的心眼特别的真诚 就感动了这位道士 于是乎这位道士决定接见南怀锦先生 这位道士见到南怀锦先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一句话 你不是我这个道门的人 但是念在你特别的虔诚 我传授给你两个心法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其中一个心法 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特别有力量 特别耐人寻味 这位道士对南怀锦先生说 人的心就像拳头这么大 一辈子不要放太多的事情 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过去了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确实是这样子 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过去了就没有了 没有了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就是空掉了呀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经常为了已经空掉的事情 而苦苦折磨当下的自己呢 它会让你身心疲惫呀 会让你的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作茧自负 今天这个视频特别希望给那些爱烦旧账 特别喜欢纠结过去的人 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启示 真的是这样 一定要放下 万般自在 我们作为人 想要获得终极的幸福 其实只有一条路 咱们叫它心安 心安即使归处 心安才是真正的快乐 那么怎么获得心安呢 基金里面是这样开始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 我就会在心里念叨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就这样念叨着念叨着 我好像心里面有一块石头就放下了 真的就放下了非常多的东西 当我们的心真的拿掉了很多挂碍之后 你的境遇 你的身体 你的生活 你的事业 往往会出现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机 有很多人经常憋得着 心慌 胸闷 气短 整个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出现了问题 在养生运动之前 一定要先把你的心修好 这叫心能转静 真实不虚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 因为我的视频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倔格的帮助 大家记得一定要收藏起来 转发给这边需要的朋友 咱们通过整个视频去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朋友 运动大明星 咱们明天见 拜拜